横朝三界 金灯四平 一切法门都是输出 这一层一层往上提示 从人道 修善 积德 升天 从天道的时候 再修定 修四场 到了四界天 修四空定 四空定到五三界天 再修第九次地定 超越六道轮回 到设法界里的升文节 都要靠定宫 一层一层往上去 这叫输出 很费事 五十一个阶级 那净土这个法门不需要 没这么麻烦 从旁边人到旁边就出去了 它不是输出 它横朝 到哪里去 到极乐世界去了 极乐世界是什么地方 可以说 极乐世界都叫暴徒 是暴徒 那凡神同居图 方便于是 也是是暴徒 为什么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第二十月 说得很清楚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到极乐世界 借座 阿维越智菩萨 阿维越智菩萨 是摄暴徒的菩萨 换一句话说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是凡神同居图 这是四十 摄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 声闻 远救菩萨佛 摄法界里面的佛 要是念佛 求成极乐世界 他们生方便于是图 我们生凡神同居图 平等地 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都变成阿维越智菩萨 换一句话说 我们在极乐世界 所享受的 智慧神同道理 跟摄暴徒 法身菩萨 是平等的 但是这个要知道 这不是我们自己修的 是佛力加持的 也就好比 我们是有等级 是不一样 但是到那个地方去 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无论是小学 中学大学 在生活 一切照顾 通通平等 没有差别 就沾这么大的光 阿弥陀佛的智慧 加持 加持给我们 让我们的智慧 就跟法身菩萨 没两样 神通道理 我们没有它加持 特别加持的 是凡神通 因为凡神通 完全没有 射报 这个方便图 有 至少它都有 九次第定的功夫 阿罗汉的功夫 凡神通 就没有 全账 佛力加持 所以这个对阿弥陀佛 要特别的感恩 是凡神通